赵高不是燕人 就是被燕割了的人 你看电视剧里赵高说话 哎呀皇上 皇帝是否摘下流眠 不依听叔叔头 你听着以为太监 不对 说那史书写呀 他是宦官呢 宦官可不都被燕割了 宦官是什么意思 这宦是指内庭 凡是能进内庭 伺候皇上的都叫宦官 宦官里头有些是被燕割的 就离皇上最贴身的 还有些没有被燕割 就是近距离伺候皇上的 赵高不是被燕割的人 不是后世我们说的太监 就甚至包括东汉那时候 宦官都有相当大比例 没有被燕割 所以后世人恨赵高 这乃是奸燕燕人 其实不对 赵高权货人 所以赵高有女儿 他女儿叫严乐 进宫执行任务 奉老师岳父的命令 我要把这秦二世胡亥弄死 弄死这过程很有意思 一进到里头 这个秦二世胡亥就知道什么事 就问 这是丞相意思吗 而是 我有个要求 我能不能见赵高一人 你看他这时候 他还对这个赵高信任无比 我能见一下丞相吗 不行 那能不能 放我一条性命 让我带着妻子 过平常百姓生活呢 我奉丞相之命 前来诛沙族下 以报天下人 你给我说再多 我也是不会去禀报丞相的 来人 假论他 没办法 前二世胡亥让赵高活成上的第一次 也就是说你从这些史实来看 这个胡亥也是个悲剧性人物 真正作乱的 其实主要是这个乱臣贼子赵高 但是赵高这能力确实不小 他没这能力也当不了大战长 有的人说你看 当年这个有个方式叫卢生 从东方回来带回一本书 给秦始皇看 上面写 王秦者胡亥 秦始皇就觉得这胡 少数民族 北方的 胡人 就这么着 就乃使蒙田 驻长城守繁林 退匈奴七百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就说的是 他以为王秦者胡亥 是北方的匈奴的 所以才驻长城 派着蒙田这猛将过去去打他们去 后来有人说不对 王秦者胡也 这胡是指 秦二世胡亥 就是他把这个天下给作媒的 秦始皇想的挺美 我是始皇的 往下二世三世四世五世 一万八千世 永远流传下去 结果到二世就完蛋了 所以就是这胡亥 昏庸残暴 弄得天下大乱 还有陈胜吴王 大贼相齐 大楚星陈胜王 接下来向与刘邦接干而起 所以这天下就坏了他 其实这个看法有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团